我會不會有的 你以為我會不會有的 最好會不會有的 你以為我會不會有的 媽媽 你看看 水不太黃 這幾天都是這樣 水還出得不順順 時大時小 不過不要緊 你開久一點 水慢慢就會清一點 水務署供應的食水 是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飲用水水質指引 如果大廈的水質有問題 很可能是大廈本身的食水系統失收造成的 很多柳齡有回差不多的大廈 都有可能因為食水系統老化 導致食水變黃和不乾淨 如果水管失了或者破裂 開水喉的時候就會發覺水流慢了 還有滋滋滋滋滋 如果不及早維修 情況可能會愈來愈嚴重 媽咪我們大廈的勞鈴也有回到上學 平時有沒有檢查和維修的 我都不清楚 不如來管理處問問 一三千半吧 鄭三 什麼事你太太 我們家的水喉不知做什麼 那些水淋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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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iqu 都已經好幾天了 喂你太 你看 大廈的食水系統是由註冊用戶 或者註冊代理人 或者管理處負責維修 既然我們都有責任 不如召開一次業主大會 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當然好 沒有人想飲著又黃又不乾淨的水 之前我們有很多業主反映 說他們家裡的食水質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業主瀾發團聯絡了管理公司 找一些合資格或者專業的人士 幫我們檢查儲水箱和水管 其實我們的系統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只是之前我們沒有定期清洗儲水箱 其實食水質的質素真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水務處在2002年 推出了大廈優質食水認可計劃 目的是鼓勵業主和管理公司 定期檢查和維修樓宇的供水系統 加強用戶對食水質素的信心 何止還可以提升樓宇管理公司 在服務增值方面的能力 以及滿足住戶的要求 最重要是可以幫到業主 去評估一下水管系統的狀況 以及找出一些我們需要維修的地方 而且參加的大廈 還有機會要頒證書 可以說是優質食水的保證 我建議我們做大廈都參加這個計劃 不知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聽你們這麼說 我也很贊成參加這個計劃 而是清潔水箱的工作是怎樣的 大廈的食水系統 通常包括了地下和天台的儲水箱 我們應該按正確程序去清洗所有的儲水箱 避免積除了髒東西和鐵秀 令水變黃 我們已經勤請了合資格的人士幫我們檢查 之後我們清潔的工作就會開始 請了人做最好一勞永逸 我們這班業主主就安心了 李太 嗨 韓先生 最近的食水真的乾淨了很多 沒有黃金那樣 當然啦 我們剛剛完成所有清潔儲水箱的工作 確保優質的食水 去到每一戶水龍頭 不過大家要留意 清潔工作並不是一直永逸的 地下和天台的儲水箱 都應該起碼三個月清洗一次 而每次清洗之前 都應該做足準備功夫和檢查工作 才可以 我夠知道了 還用你說什麼 哈哈哈哈 韓先生 你看 Hello 咦 鄭先生 這張是什麼來的 我們大廈參加了大廈優質食水應可計劃 水務處平衡過之後 頒給我們的證書 這張是南證書 是頒給新參與的 又或者連續參與而未夠三年的大廈 如果我們連續參與這個計劃三年以上 就會升級為銀證書 如果有五年連續以上 還會有金證書 自從我們這裡參加了大廈優質食水認可計劃 定期檢查食水系統 和安排清潔工作之後 食水又真是乾淨了 那你們還不快點通知其他人 一起參加這個計劃 有關計劃的詳細資料 可以在水務處的網站上看得到 打28245000 向水務處客戶電話諮詢中心查詢 都可以